合一選舉 民進黨大敗 總統呼籲檢討改進再出發 但到底為何敗選 民進黨立委喊內政經濟感受度是主因 疫情後段控制不力 包含疫苗隔離政策等 成為對手攻擊主力 雖然政府經濟數字亮眼 但人民感受不到 反倒是物價上漲壓力 顯示率執政高層感受 跟基層民意有落差 而學者也提出關鍵原因 學者分析這次選戰 民進黨被側翼綁架 過去習慣的中央廚房市文宣 民眾又膩又無感 無法觸動民心 但看看蔡總統民調在十月時還維持在百分之五十一點二高檔 即便疫情衝擊等種種挑戰 總統聲望居高不下 顯示蔡總統依然是民眾相挺公約數 只是總統光環無法轉換到地方選舉層面 人民對這個民進黨基本的執政的績效 也並沒有太過唾棄 但是在縣市長這個一對一的選戰 那這個選戰的策略 這個候選人的人設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仔細看投票率還有得票率來說的話 那麼其實民進黨還是有守住所謂的基本盤 嚴格來講的話大概就是中間選民沒有出來投票 或者說過往的這個支持蔡英文的隱姓的這個選民 那這次沒有順利的被催出來投票支持民進黨 另外學者分析中間選民被民眾黨瓜分 以及年輕選票流失 都是導致民進黨敗選主因 如何力往狂瀾 綠營全黨上下除了檢討更要改進